本縣國中記憶教育學成競賽 共有電子、器械、商館及食品等11類之群 855位選手參與 經過激烈競賽 共有258人入選獲獎 獲獎選手可以擁有高中實用技能學成 及技優增選加分等入學機會 提供多元升學進入 可以先學到有關職業的東西 學習記憶 之後也可以直接去工作之類的 可以不用透過考試 得名的話就可以有學校 未來的話可能可以就讀資訊科或知足科 就是可以去修電腦 然後設計一些程式軟體這樣子 今年全縣33所國中 共開辦214班教育學成的試探課程 各校學生在發表會場大展手藝 做了琳琅滿目的作品展現具體成果 也有此次競賽得獎作品 現場更有美髮及身體彩繪等體驗 就是上課的時候教學生怎麼樣去用手機的那個APP的程式去設計 對然後他們就可以學到說 原來其實手機不是只有拿來玩 他可以拿來做很多事情 然後譬如說控制一些車子啦 或者是收集數據 那就是最主要是教學生怎麼樣用手機去設計那個控制的程式 老師叫我們這樣子的做法就是可以讓我們覺得說 就學一技之長 確認那個要去就讀什麼科系什麼學校這樣子 縣府秘書長洪瑞智表示 12年國教以世信分流 多遠學習為發展主軸 縣府致力推動國中技藝教育 讓學生在過程中找到興趣所在 除了可以為往後升學就讀高職及實用技能學程做準備之外 也可以學得一技之長 學生一發現自己的志趣之後 他們通常會把這一個經歷 還有他們學習的興趣朝這個方向去努力 那如果確立了這一個方向之後 也鼓勵他們朝這個方向去發展 那也可以未來希望呢 也可以透過這樣子的探索 讓他有了志趣之後 發展成他一生的一個志業 那未來也可以靠了這一個志業呢 來安生立命 行行出狀元國中技藝教育 讓學生從課程中逐漸肯定自己的特質 努力更有方向 民意新聞洪一輪炒豚採訪報導 從而成為一生的wd教育 到達到 然後 谢谢大家